朋友们好 你们看到我拿了个小厨头 来拿了个烧鸡 一晓得肯定我要挖菜了 我在我们楼顶上 今天只要说 这个菜最近还特别的贵 要二三十块一斤 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 就是这个 我们自己摘的折耳根 有些地方又叫猪皮骨 有些呢又叫猪皮孔 有些呢又叫鱼腥草 这两天又说 这个菜很多地方卖都不该 还一斤一斤的卖 都说的是一两 有什么 两块一两啊 三块一两啊 好像最贵的时候 成都卖的是八块钱一两 也就是八十块一斤 真的 比肉贵多了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野生的 大家看 这个挖出来 有些这种是最贵的 就是有些带点根根 有些带点椰子 这种是最贵的 这个拿来咋个吃呢 拿来两半 春天加了 也说这个菜特别的难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每年开春 我都喜欢用椰子跟阿里 熬点水 春天加了很多朋友喜欢 用一张子子 张子子也说就是熬点这个椰子跟水 就是对于这个春天加 发的一包啊 之下的 特别的有效 我每年是熬点水来喝的 好八十 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喜欢的来把它当成饱 不喜欢的哈 一口都不能念 像比方我们家里面 火烧给我这个就喜欢 我们家豆花妹妹就不吃一个 有些地方 像我们先生 马带一哈 你去贵州哈 他们就不吃个椰子 反正也说 我觉得吃椰子 就只有 在西成都地区下的 才吃一个 这两根椰子 特别是这种 根根 带着根根的这种 还取一顺 等会我们钓鱼也好用 还取一顺 钓鱼也好用 太大事了 真的是超级兴权 超级热 每当你说在收获的时候 都想起这句话哈 自己动手 风衣出石 来 特别的香 如果家里面朋友 就是如果有啥子 花粉那些的种点 接耳跟红烤一样 比较紧 比较紧 你想吃的时候 给家里的耳鸭开 花也特别漂亮 对了 够吃了 八十一般